那今天呢我给大家讲一个极具争议的文生图的模型叫Hydream 那么这个模型其实呢我们之前已经给大家讲过 那并且呢我们利用这个扩展叫Config UI Hydream Sampler 然后作物对应的工作流 那我们简单看一下我们在Running Hub上构建的这个工作流 大家可以通过Running Hub.AI来访问这个平台 然后点击左侧的工作台就可以新建和导入你的工作流了 那由于呢这个扩展在云上呢并不是最新吧 所以说只提供了文生图的功能 我们可以大概看一下它生成的这个质量呢还是非常高的 那为什么它极具争议呢 主要两个原因 第一个呢就是它生成的这个图片 Flux的这种质感呢是比较强的 所以说很多人认为呢 它是对Flux做了一个蒸馏 然后生成的一个模型 另外呢就是它采用的速度比较慢 或者你认为是这个模型比较大 所以说导致呢它的可用性呢 其实呢有一定程度上降低 那基于这两个原因呢 其实很多人呢并不看好这个模型 但是今天呢出现了一个事情啊 什么事情呢 那大家可以看到在Confioi的事例里边有这样一个主题啊 叫Hydream 所以说当你看到这个页面的时候呢 你应该知道啊 Confioi已经原生的开始支持这个模型 那么这个潜在的意思就是说 那Hydream呢已经成为了业界的一个顶流模型 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 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价值的评估的话呢 Confioi的官方是不会去支持这样一个模型的 好下边呢我们就看一下怎么去用这个模型 那首先呢我们需要加载四个Text Encoder 第一个呢就是Clip-L 第二个是Clip-G 这个我们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这两个跟我们用的那个传统的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呢它的后缀都加Hydream 这个必须得下载下来 另外的话呢 这个T5的编码器 这个是可以公用的 因为我们在之前的很多的大模型里边都用过这个编码器啊 这个不用单独下载 Li码 这个就看你有没有啊 你要是没有的话呢 这个就得把它下载下来 那么这四个呢 我们需要下载下来放在Text Encoder 也就是文本的编码器里边 另外我们需要下载的就是VAE啊 这个VAE其实也是公用的 和Flux公用就可以 因为如果你去点开它的话 那你会发现它这个名字叫什么呢 叫做AE.SafeTensors 这个是不是看着很熟 那我们都知道在VAE里边 那个Flux的这个VAE模型就叫AE.SafeTensors 那既然它让你放在这里边 并且是同名的 其实是在暗示你啊 这两个是可以共用的 再往下边呢就是这个主模型 那如果你要觉得这样下载比较麻烦的话呢 你可以在这找到所有的模型 那大家看一下在SafeTensors里边 我们会有Text Encoder 就是我们的编码器 然后呢有我们的VAE 另外呢就有我们的Defolge Model 那这个模型呢也是比较大的啊 大家看一下有这个FP16的 有FP8的 这个呢你可以下载FP8的 另外呢它这有Fast版本 但是它的视力里边并没有提到 对吧 我建议大家就是下载这个 DVFP8这个 或者你下载这个 把那个weight类型选择成FP吧 这个都是可以的 那我们看一下下载完之后 是一个什么样子 首先呢我们可以进到 我们的ModelSmoor里边 第一个是文本的编码器 Text Encoder来找一下 那现在呢你需要有 1 2 3 4啊 这四个 然后是我们的VAE 这个呢是跟Flux共用 所以说直接用它就可以了 另外呢就是我们的主模型 这个是在Defolge Models里边 点开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我这下载的是 这个BF16的啊 当然呢你可以选择FP8的 虽然我这下载的是BF16的 我也会把它量化成FP8的 那工作流呢 大家只要把这个图片 拖到你的Conf UI里边就可以了啊 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怎么去玩啊 我给大家简单演示一下 这是这个图片 然后呢你打开你的Conf UI 现在呢这是一个空的画布 那我们现在呢可以把这个拿过来 然后往这一转啊就可以了 当然这儿你一定要不要忘了一个操作啊 就是把你的Conf UI更新到最新版 还是如果你要不确定 你现在这个版本是不是支持的话 尤其是很多人用秋叶那个版本 他认为他更新到最新版 但是呢 其实并不是我们说的官网的最新版 那这个你最好看一下啊 怎么去做呢 我们打开我们的Conf UI的根目录 然后呢我们敲一下CMD 使用一下这个命令啊 叫Jitlog-one-lan 然后我们可以先看两个 这几个改动的都是关于Hydream的啊 那就说目前应该是已经支持了 当然呢你可以再多一点 我们到十个啊 大家看一下 这儿有一个叫Bitic Support for High Dream 就是最起码你得看到这次提交 才说明呢你这个是可以用的 当然我们建议大家是更新到最新版 是吧 那这是这个基本的工作流啊 我们简单的修正一下参数 主模型 这儿呢我们选择FP8的 然后呢这几个呢 你看着你自己的位置去选就行 然后正向提示词不用管它 它这儿写了一个通用的反向的提示词 再往下边呢就是我们的VE 大家注意这儿这个内容 如果你要是用的副版本的话呢 它要求Shave的值呢是3.0 然后呢这个采样器和这个Scheduler 有单独的说明 CFG呢是5.0 那如果要是代物版本的话呢 它要求的部署是28步 然后Shave的值呢是6.0 Sampler是LCM 调度器是normal CFG是1.0 而我们现在这个就是这个BF16的 对吧 所以说呢这个其实是可以不要的 那我们这儿呢可以加一个ZeroAlt 这连过来就可以啊 在这个里边你注意啊 这儿是6.0 这儿是28步 这儿是LCM Sample 基本上就这样 下面呢我们把刚才的提示词呢 给它拿过来 然后呢我们给它粘到这儿 这个分辨率呢 常见的那个都是可以选的啊 如果你要不知道怎么选的话呢 你可以看一下这儿 就是我们之前装的那个 HighGym Sampler里边啊 这儿有对应的这个分辨率 你可以照着写就行 比方你要生成一个宽屏的 那我们可以设成是1360乘以768 好 下面呢我们来生成一下啊 感觉一下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效果呢 也是不错的啊 不管是人物的呈现 或者是其他的内容 当然我们会发现啊 这个所谓的樱花林的这个效果 好像是没有出来的 那原因是什么 你要注意啊 这个提示词呢 太长了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CONFI的官网啊 你注意它这个提交的列表里边 这儿有一项 就是将这个T5的编码器的 Token数量限制到了128 所以说大家在这儿 应该注意这个Token的数量啊 有的时候呢 你要不注意 你发现你写了很多 费了很大劲 发现它根本不起作用 如果你想比较好的 去测试这个的话呢 我建议大家还是这样去测试啊 那我可以用一个Florence 然后这儿呢 我们可以上传一个参考图 大家注意 把这儿呢 我们可以选成猫DetailCaption Hoken的数量呢 你可以设置一下 比方说你设成128 下面呢 我们给他生成一下啊 大家看一下这个呢 就完了啊 那你会发现 基本的这个元素和这个图片呢 还是保持一致的 而且清晰度呢 也是足够高的 那很多人诟病 它的一个原因就是认为 这个人长得呢 第一个一致性太强啊 什么叫一致性太强 我们再跑一遍 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现在种子是随机的啊 但是你会发现 这个人物编号不太大 其实你都不用再采样啊 还别说这个 你就看啊 他和他 他和他 包括我们上一个那个图片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里边可能更能看出来啊 大家注意啊 这长的都差不多 有没有发现 所以说这个呢 你就不要再去挑刺了啊 他就是这样 而且呢 我们说一下 就是评判这个模型好坏啊 像这种啊 说长得好看不好看 这个不是关键性的元素啊 因为你想一下 你使用Flux 你会直接使用Flux的模型吗 你肯定要加Laura啊 你会使用最原始的SDL模型吗 肯定是用那个微调过之后的 包括SDXL 你用的都不是原始的模型啊 所以说原始模型只是提供了一个基点 那我们从色彩 清晰度 人物的构成 这个提示词的遵循度 各个角度去评判 那这个模型的话呢 应该还是非常棒的 所以说呢 你不要把那个 你认为的那个美观啊 作为评判的一个标准 其实有的时候 你认为比较重要的那个东西 对于这个模型来讲呢 往往是不太重要的 另外呢 还有一种应用方式啊 就是不用这个模型 那用哪个呢 用量化版 那一提到量化版呢 我们就不得不提到这个人啊 叫做CT96 是吧 他提供了从Flex 甚至到我们现在的Hydream 所有的这个量化版的模型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Models里边有这个 对应的这个量化版 那你看你用哪个了啊 我建议大家当然还是用Dial版的 我们点开Files and Worsham 有各种各样的量化版 你说用哪个呢 那我们建议大家呢 用这个Q8 这个Q8呢 你可以对标我们官方的那个FP8模型 相对来讲呢 这个模型质量会更高 但是要用它的话呢 这个工作流得稍微的变一下啊 我们可以这样去做 大家看一下 那这个我们就不能用了啊 我们会用到Unit Loader 而且是JJF的这个 然后你下载下来的这个模型呢 选中一下 别的都不用变 我是说节点不用变啊 然后呢 参数得稍微的变一下 大家注意 这个我们需要从6.0改成9.0 采样步数也不用28步啊 20步就可以了 CFG同样是1.0 采样器和调度算法 大家用传统的Ola和Normal就可以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啊 这我已经采样了一个是吧 我们把这个参考度也选成这个 然后呢 我们重新来跑一遍 大家注意 这个加载的速度就很快 大家看上生成的这个效果的话呢 相对来说呢 也更加的清楚一些啊 那我们可以再测几个 我们测一个互动的 来看一下啊 非常漂亮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再测一个 小梦幻般的这个场景 无龙少年 忘了给大家说了 在这个分辨率这呢 我们建议大家是选什么呀 选这个1160乘以880 如果是横平的话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看到他的这个所有的事例上 就官方的例子上啊 给的基本上都是这么一个分辨率 所以说我怀疑呢 他们更倾向于这种分辨率啊 当然我没有直接证据啊 说这个分辨率一定比别的要好 但是他官方都用的这个嘛 所以说呢 如果你要是没有好的选择的情况 还是尽量的先用这个分辨率去试 来看一下啊 这个生成的效果呢 也是不错的 然后呢我们再测一个吧 测一个这个拿伞的这个女孩啊 大家看一下这个也非常的漂亮 对吧 看一下相对复杂的一个构图啊 比方说这个 那我们看一下出来的效果啊 大家看一下啊 他整个的这个动作的还原度 你可以对比一下 对吧 所以说这个模型他说他对提示词的追性度是最高的 所以说这个是有道理的啊 包括你看色彩啊都非常的棒 那这就是我们给大家说的在原生的工作流里边啊 你用这个量化版或者是用传统的FP8或者是BF16模型展现的一个效果 到目前来看呢 我还是建议大家来用这个什么量化版 好那今天呢 我们就说这么多 大家呢可以自己试一下 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